接下来为您播出心理访谈 倔强外甥叫板强势小姨 那你要别管我呀 曾经切如母子 如今却水火不容 小姨并不是想成家 而是想出家了 劳心费力 收效甚微 一再失望 一次一次 继续看管 还是果断放手 强势小姨该做何选择 欢迎收看心理访谈 我的小姨是虎妈 我不想你这么穿 你穿得太那个 太过辣 这你那衣服应该是色头穿你穿 我觉得 我就算是 你应该穿把老了穿 我为什么要把老了穿 那你那你还别管我呀 我管了你这么长时间了 我就够冒险你了 我就够老子了 小李今年31岁了 而这位一直声称管着小李的人 却并不是他的母亲 而是他的小姨 最近几年 他们几乎见面就争吵 每次都是因为小李的工作 你喜欢时尚怎么有错吗 你看你现在穿到时尚 你不准别人穿在时尚 不喜欢别人时尚什么东西 我喜欢干的这个美发店怎么了 美发店小 那你挣钱 怎么不挣钱呢 不行吗 有别的我说 那我就死了 我就烦了 和时尚打交道 一直是小李的梦想 三年前 小李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美发造型店 他负责给顾客化妆做造型 对于这份工作 小李谈起来津津乐道 可是在小姨眼里 却是另外一种状况 这个东西 社会员的买了 你不总得给你干活多累啊 他觉得我做点工作没出息 这是小李小岁的 这能稳定了吗 你说 这怎么不稳定了 你说 这也能干到牢 是迟到牢 你快打住吧 干到牢 吃到牢 满地都是这些美容美发的 你不玩又开始变长了 但是 但是我们 那你俩见过一夜了 你好了 你就干什么 我希望你能够支持我 能够鼓励我 你知道吗 我是真想鼓励你 我从哪条上去鼓励你啊 你说 做点挺好的 我支持你 你做了一个长辈 我什么说 难 现在没一件事 能让我发的内心 再说出来 我希望你就是 看我的表现不行吗 我看着 我现在一直 这两年 这三年就在看着 就没有你满意的时候 没有 他就感觉我现在所做的职业 都是在给他丢脸的 他就是想让我 像之前一样 听他的话 他让我干什么 我就得干什么 他让我干什么工作 我就得干什么工作 小李说 别看现在 他和小姨水火不容 可是之前 两人亲如母子 小李17岁时 从徐州老家 来到天津当兵 小姨 成了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唯一的亲人 他对小姨是言听计从 我老姨做任何事情 她不给我自由 都是说要按照 她的规划的路线去走 她经常说的一句话 现在穿上军装了 在部队 一定要好好地干 然后一直干到退休 按照小姨的指示 小李老老实实地 在部队一待就是八年 然而25岁时 她却渐渐有了退伍的想法 她说 这都是因为自己疯狂地 迷上了时尚 这些都是你自己买的 对 这都 这次算是一小部分了 其实我平时是 更狂应该是 就是特别喜欢买衣服 像这件衣服 就是说 刚开始买它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的时尚 为什么时尚呢 欧美派的 这种银式作配 它就显得特别的 很国际化 很潮 你平时出门都会 看一下衣服 然后打 对 我平时出门都是服装啊 还有在这个自己的造型方面 我都会精心打扮 因为我就喜欢时尚的职业 我应该需要一个大的空间 应该走出军营 到社会上应该去床一床 爱着时尚 爱着美 因为这个梦想 小李自作主张地结束了八年的军旅生涯 当她拎着大包小包回到小姨家 把退伍消息告诉小姨时 小姨的反应 却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你敲门 我老姨还正在洗脸 我看她拿着毛巾 我说就退伍了 我说我自由了 当时毛巾就掉在地上了 啊 我问你再说一遍 我都退伍了 哎呦 当时我就啥了 我这边还沉浸在 以后怎么样 以后给她铺这个路呢 一点没想到 退伍了 然后当时我就光看毛巾掉地上去 然后哎我这我头怎么湿得要下雨了 是吧 原来是她泼了一盆水在我 在我头上 可把我踢坏了 出来拿一盆水就给破出去了 滚 等于全我给漏出去 自己就感觉到好像就是 被人丢起了没药的那种 当时心里特别冷 不仅被浇到从头凉到脚 还被小姨扫地出门 小李虽然伤心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她对时尚的热情 不过她做什么都不敢跟小姨说了 三年前她背着小姨开了一家美发造型店 正想大干一场的时候 小姨却突然找上了门 老姨就从那边走过来了 走着来然后就是脱口大骂的 然后当时我都懵了 我以为哪个泼妇过来呢 去了我就跟她说 我说那你先把那个账本拿来 我看你这个每天的营业额是多少 没有 这样看 这么多气坏的 大子就疯了 她就是乱七八糟的踢啊 有时候把凳里就是这么弄啊 有时候就过来把这东西都弄下了 都给弄到地上去了 那小店我昨天也太小了 我这一转身的话 这东西都要低些 镜子拿脚踹一踹就碎了 还往人家就是顾客啊 然后喷空水啊什么的 就是这种 我老姨疯起来的话 简直我已经说 就是好像是从精神病院走出来的人 自己黑天白日的忙活 生意才渐渐有了起色 结果还让小姨搅得一团糟 小李想想就气不打一处来 更让小李郁闷的是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小姨对自己的工作指手画脚了 因为我做任何事情我不敢跟她说 一般说的时候她又发火 然后又得给我搅黄了 说不敢跟她说 原来小李曾经在一家大型婚纱摄影店 做化妆总监 在一次化妆比赛中 她亲自上阵 用反串的形式带领团队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可是就在她卸妆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觉得有人在后脑里 他拽过头 哎呦非常疼 后来我一拽了一看 我老爷竟然出现在哪 我的感情很惊讶 哎他怎么来了 我一个朋友 打电话就问我了 他说我怎么看一个人 特像你外甥 不行赶紧去 打错就去了 当我一看了 哎呦可真把我气疯了 哎那当时我跟你说 给我薅的都不成样子 这头都薅掉了 然后衣服 全都四个洗发烂 都什么都露出来了 老丢脸了 我以为她正式的一个职业 结果到那一看 你看这男不男女就帮女串了 你说我怎么那想 哎呦我当时真的 没法接受 你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当的事 太不是了 太不是了 就在那大口大麻 大口大麻 谁让你扮演女人呢 啊你要不要脸 你要不要脸 就是说我的 后来我就没脸 她那上班了 原本还想凭借这次比赛 得到升迁机会 结果却连工作也弄丢了 小姨一次次的横加干涉 让小李丢尽颜面 更让她不解的是 每次都是背着小姨干的事情 怎么回回都让小姨抓个现行呢 我觉得我老姨应该是个极品 他跟别人不一样 他不走寻常路那种 你看我做这个事情 他都不知道 他就可以有那个十方二千里眼 似的 我就感觉我好像是被盯住了 上卫生间坐着马桶上 我现在我在害怕的 还有不会的有人来敲门 要打我吧 就在想 和小姨吵了四五年 小李真的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够得到 小姨的理解与支持的 小李做任何事情 都让她的姨妈非常的不高兴 就觉得有点不务正业 那么小李和姨妈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姨妈为什么会这样 对待自己的外甥呢 今天我们就要关注一下 这对母子 今天的心理专家是杨凤驰老师 你好杨老师 你好 我们两位观察团 余波红余老师你好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玫瑰 你好欢迎你 小李听起来你真的好像是挺委屈的 一个大老爷们是吧 自己做的任何事情 都让姨妈就不爽 而且百般阻挠 甚至来破坏 对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 我说我干什么样工作 我说干什么样了 然后她马上就说 哎呀不是我喜欢的 那都是都是一些垃圾之业 就是一句话就把你否定了 小姨你给这个外甥设计了一条道路 这是你认为的康壮大道是吧 对我给她设计的是在部队工作下去了 然后在部队咱可以上学 可以上军校 这都可以 可是她回来了我没有办法 后来就当了一个造型师 我从部队里出来 我就背着我老姨去学的 这是你喜欢的 对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就是我感觉我也是挺为这个职业所生活 我感觉我挺受优的 你快乐吗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非常快乐 我心里非常快乐 找到自己适合的这个工作了 你看小李说这事 眼睛里都在笑 小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外甥的这种状态 她很快乐 也许吧 你也看不上她选的这个工作 造型师是吗 结束了 为什么 你是觉得这个工作有点不靠谱好她 主要是不稳定 我猛口那个理发店 左一个右一个的 用办卡 又换了 然后那家 又黄了 我这还有卡呢 竞争太厉害了 刚才我们看到对她的工作不满意 还有啥你不满意的 有 三十多岁了 该结婚了吧 没对象 没有 你说闹心不闹心 你说这闹心 我就得多说两句 那前半两个女朋友带回家 全都是我老一个脚黄的 他那个找那个对象 还是不靠谱 啥样 头一个去了 他吃饭的时候 那个 鸭的鸭的那样事的 那个嘴的声音很大 而且最要命 他吃完之后 那么开放的一个小姑娘 应该很勤快 吃完饭了 俩二进屋了 给我扔那地儿了 我还得给他拾个桌子 还弄 夹那个菜 还掉桌子上了 哎呦 都没有一件事 你还看得出他呢 听起来你带那个女朋友 试一点问题 不是 就是我老姨特别夸张 他说人家吃饭 就跟那个什么喂猪 啪啪啪啪 当时你小姨 啥反应 我们买东西 然后进我老家的时候 然后我老姨还让人转圈 哎呦 干嘛 学美呢 因为我老姨的 我找这项的标准是吧 必须得丰满的 屁股大的 然后说能生儿子 能妄夫 能妄家的 然后转过去 我说 我说你还 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的挺威雅的 我说 你这么高个儿 还挺好的呢 稍稍胖点 我说我看你后边 完了 他转了 行行行 我这衣服也挺好看的 我才没直接这样的转好几圈 但那小姑娘特别大方 她是个外相型 转了好几圈 她是自己转的 吃饭的时候 人家声音大 然后她就在那眼瞟着 能把我那个带的女婚 能把人吃的那感觉似的 然后呢 说人家这个什么 不帮你打扫什么东西 人家第一次到你家 你就让人干 能不能给我拿到水池的 哎呦 我不用得起 是不是应该给我拿过去 然后这个过了 咱不说了 我们就是刚出门 她就转过来吧 好像是摔东西干什么了 拼了吗 拼了吗 不知道干什么 后来我这女婚又说 哟怎么了 人家都听到了 那你说你摔个谁看呢 对吧 我给你看呗 就心里不高兴 带个什么女孩进来 哎呦 什么东西 我就没见过那样女孩 那你又没给她介绍 主动给她介绍过 我介绍在座的 谁要有闺女的话 现在我外面就干成这个工作 你们敢嫁吗 不是 那你这么说 那我干什么了 我也没说 是什么呀 对吧 哪天的店黄了 我就是我如果有闺女的话 我也不敢嫁呀 咱就是不打谎 每个月我基本上都能赚到 八千到一万块钱 忙活每天都在赚钱 忙死忙活你看不到吗 你这个每天都在赚钱 那赚多少钱算多少钱呢 就跟在我们天津那个冰江道 摆那个地摊是一个道理 他每天都赚 你都瞎扯了 对吧 他们俩这个有意思 我不知道那个玫瑰 你更支持谁 哎呦 我特别的支持小姨 她作为一个姨 做的真够棒的 对自己家亲戚孩子负责任的 楷模 典范 太棒了 就是我同时又觉得这份乱呢 别乱 就是这么好个姨妈 这侄子确实也不错啊 怎么就拧白成这样 这个问题就出在小姨身上 小姨管得太宽了 而且管得过分过度加专制 小李的路 应该让她自己去选择 自己去探索 而不是由你小姨给她指定 然后你去掌控 特别是你看找对象 谈恋爱 按照小姨 你刚才这样的干涉方式 小李并不是想成家 而是想出家了 真的 我觉得有意思 杨老师 刚才他们两位观察团 各自说了各自的看法 您现在有什么要说的 我的印象特深刻的是 就这个小姨跟小李 感情特别深 像亲生母子 甚至超越了亲生母子 第二个 我就感觉 这小李 今年31岁了 7岁31 我想把这俩数 是不是能倒一倒 像13 就是13行不行 杨老师说的有道理 他的心智很不成熟 而且刚才你说有一句话 我印象特深刻说 我做什么事 我老姨都反对 他说的这话 好像情绪化很重 对对对 反正只要小姨说的 肯定现在就是 让我不舒服 不好受 就是错的 对对对 现在小姨也有点这劲 就只要这小子干的事 我也不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 连带个女孩来 我看着都不顺眼 抽点 好像这娘俩 这情绪化 跟情绪化对上了 对 在高度情绪化的状态下 俩人都忘了 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自己的生活的重心 就是你小姨 到底是谁的娘 专家专家 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 这是一对怎样的母子 为什么小姨成了小李不是亲妈胜似亲妈的这样一个姨 小李对姨妈的这样一种错终复杂的感情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小片 这样可以对他们俩有更深入的了解 好 管着你 我觉得这是对的吧 应该 但是你不能像对待别人一样 那温和一点吗 你为什么每次见我 就跟见到仇人似的 从小到大 我对你的温和度 远比你弟弟要好 我知道 之前对我特别好 虽然我也是挺感激的 你知道吗 但是我说实话 我真的希望你能回到从前面 问我做什么事情 是我是挺顺从 我有一张卡给我都伤心了 我对他付出太多了 付出太多了 全招 知道吗 哎呦 也要懂 小李的每一句指责 都像真扎在小姨心上 小姨常常在夜深人静时问自己 从前那个懂事听话的外甥去哪里了呢 不管了 累 太累了 该管的该说的 应该说已经都说了 也做了 对吧 现在你岁数也大了 翅膀也硬了 是吧 我真是希望你能支持我 不是说我不管了 我不问了 那你说这话还是气话 有些人都说 你看到一块就吵 到一块吵 不是你现在我跟你到一块就吵 其实你想想以前的一点一滴 真的 他当兵那种穿着部队那一人回来 那个高线劲 真的不能回 不能回忆 真的 以前的事 你想 小李 小李老家在徐州农村 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这对于原本就不富裕的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十几年来 即使远隔千里 小姨常常将小李带到自己身边照顾 虽然自己的儿子比小李还小四岁 但是小姨对外甥的疼爱 远远超过了对自己的儿子 他穿的看筋皮的弟弟要少好一些小的时候 他在我身上用的这个经历 真的是比我母亲还用心 他平时有时候会给我这个 我弟弟买衣服 比方说买200块钱的衣服 然后我姥姥就会给我买300块钱400块钱的 有一次他感冒 他也是回老家 我就听我姐往我家来电话 就说孩子不吃饭 我就特别特别心疼 那日是往大概有10点多吧 我连夜开车就去 看到我了之后 哎呦抱着我哭啊 小姨说 为了全心全意照顾小李 她甚至把儿子送回沈阳姥姥家 看着乖巧懂事的小李 小姨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 尤其是小李穿上军装之后 小姨每次想想都乐得合不拢嘴 太骄傲了 当兵的时候 她每次回来的时候 穿变装 我说你别穿变装 你还是穿军服回来吧 我不让她换衣服 在她的朋友面前 一提到这个外甥 就提到我的时候 她特别兴奋 在她朋友面前特别显摆 就跟他们说 我外甥当兵了 跟她说看不着怎么办呢 她一回来我给你打电话 咱们说拿哪吃饭去 我带我外甥 反而我就不让她换衣服 就穿着军服 小姨整天都为外甥安排 规划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可是小李的退伍 却像晴天霹雳 打碎了她所有的计划和希望 小姨说 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 退伍之后的小李 就像变了一个人 处处和自己对着干 眼见着小李已经三十而立 工作生活都不稳定 小姨急得一夜夜睡不着 压力太大了 我没法跟家里交代 我跟她妈怎么说 当着当着那边回来了 工作呢 没有 这不是个话 所以家里的姐姐在给我打电话上 我都没法回复给别人 小姨说 她也曾想过撒手不管 可是一想到对小李母亲的承诺 又实在是狠不下心来 一向精明强势的她 现在也糊涂了 到底还该不该管下去呢 我现在我真是 我让她给我弄的 我不知道我哪个做的对与不对 我就是真的 我特别恨天不成刚 我希望把她 好心 看到现在 我们有好多对小姨的做法不解的地方 表姐当时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托付 就让你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人家要是给托付就好办了 关键我这嘴欠 我自己跟您说 我把孩子带到天津去 从各个方面我所帮助她 是你主动要求的 自己把话给说出去了 完了最后 她就回复给我 但是刚才那小片里说 您把您自己的孩子送回沈阳姥姥家 是为了照顾她 应该是有这个原因 你怎么舍得呢 我当妈的我也想不过这 要是那肯定我首先是对我的儿子好 然后才能对你外甥好 这不就顾及面子吗 你呢 把大话已经说出去了 往事你看看 这两个孩子都在这 我说要不就我就完全弄出 你这话你不扔出去了吗 天津 你把儿子送出去是儿子多大 那时候 七岁 七岁 儿子当时他有怨言吗 没有 那个孩子跟姥姥还是比较近的 不是你想你啊 你为了照顾这个外甥 你把亲生儿子送到姥姥家了 你先生支持吗 那是他的儿子 我说的算了 你就是强硬的就这么决定了 对 他没有反抗或者反驳反对你 没有 我们家那个现在 现在反正就是 他的感觉就是 您那怎么弄怎么弄 他们俩有没有流露出过 比如言语当中流露出过 对你这个做法的不满 有 就是不说 什么都不说 我老姥父不敢说话 就是在我老姥家 是我老姥是老大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老姥就插不上嘴 比方说 今天咱们要吃什么东西 吃什么东西 谁也不商量 今天做什么就是什么 比方说我老姥父说 哎呦 能不能再换换伙食啊 这么东西的 吃就吃不吃 出去 就这一句话 你就是家里边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说的算 你说也就是别人不能说 那个弟弟呢 说就不对 那弟弟呢 那弟弟更不敢说 我跟你说 那我 我为什么跟你那么亲呢 因为我 因为我会来事 我说我想吃红烧烧 我说老姥呀 我就那种 装 装可爱 我说 你对我那么好 我就撒娇那种 我就逼他睡一会 我说给你是穿一条裤子 你如果你给我老姥干价 我绝对去帮你干价 那这孩子我就发现 他现在口是心非 他和以前一小钱 说的那个 我就想吃这个肉 我就说 但他现在好像好多事情 我没法形容 他不敢直说 直说就得遭到姨父和弟弟的下场 我感觉我老姨父就是 让我做任何事情 他就是一个现在想要掌控着我 他就好在别人面前 有一个 有一个展示骄傲的情况 像我问上怎么怎么样 我问上怎么怎么样 你是那么想吗 我觉得你是对我的这种关心事 有哪个目的不纯 你说这么多年你说你寒心不寒心 我觉得你心里绝对有 你说我掌控他干嘛 我要没儿子 我生个闺女 我掌控个儿子 你说关键我有儿子 你说我掌控你什么 我也要站在你小姨那一面 作为一个反对者 站你对面 那我没做错什么 对啊 你刚才你看 你觉得你自己是对的 然后你生活当中的所有的错误都扔给了小姨 你让我得出一个你自己说的逻辑 你一切的不高兴 不愉快 烦恼 都是小姨做的不对造成的 小姨就是一个施加暴力的很可怕的女人 木老虎 对 在我心里睡觉 你被她害了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对 只要你这么想 我不当你小姨 我现在坐在这当玫瑰阿姨 咱俩说几句话 我也会让你产生受害的心态 那现在问题是 小李的话 有点偏激 因为她真的是在反抗的过程当中 失去理智 就是我们的小姨 她是用爱的名义 绑架了小李 你的出发点是为了小李好 但是你说做的事情呢 她是不认同的 而且你确实在实施的是一种掌控 那么这由此我也想到了前阵子争议很大的 狼爸虎妈现象 狼爸虎妈也是以强势的态度 然后替自己的子女去选择了他们的人生 但是他们也说了 我们做的很对啊 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啊 但是结果肯定是效果是得其反的 杨老师 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 但是怎么去面对 对我们看到的这现象是呢 老姨对这孩子将来什么样是成功的人生 他有一整套的一个设计图 但是这孩子现在现状是离那个图纸越来越远 而且往反方向去了 这样一个结果呢 让小姨呢一下就情绪就上来了 情绪带起一股力量 就是我非得要把这孩子挽救回来不可 非得把他扭转了不可 他呢是本来是个好孩子 也是听话的孩子 但是慢慢慢慢他内在的一种独立性提高了 我觉得你们俩想的都是正确的 只不过是双方不认同对方是正确的 这个道理怎么想清楚 怎么讲清楚 我觉得我这语言还有点费劲 我想请小姨反串一小学生 假如您是一小学生正在写作业 您父亲出来横加干涉和指导 而且指导力度很强 您看看您的感觉怎么样 好 咱们试试 这写什么呢 比如说正在构思写一个作文吧 作文我妈妈的一贴 你这个都连一块 你能不能分开这写 这谁能看清楚呀 这是什么字 妈 就你能看清楚 我看不清楚呀 老师能看清楚 哪个老师能看清楚呢 教我的老师 我都看不清楚 老师怎么能看清楚呢 哎呀你和老师不一样 你现在刚开始学这个 你就要一笔一画的开始写 你知道吧 哎呀那我再重写 行 再写 再写你就认识一个妈字啊 哎呀今天就练这个字 这之前不是写了吗 写作文嘛 今天写作文怎么是又练一个字呢 我刚才更在构思的那作文 你这一上来我给忘了 哎呀我要喝水去 不行不行不行 你把这个写清楚 我要喝水 今天不行 你什么都不用干 现在写 那我都想作文 要想作文吗 要写作文吗 你一天到晚那么多作业 你说你现在的学习任务多重 你现在光想这个东西 你半个小时过去了 你要不过来管我 早写完了 我现在就得看进去 刚才这个小的情景在线 这过程里头 您体会到吗 如果被人老指挥着 老挑着毛病 老矫正着 老催促着 我这个感觉 一下就回过去了 最终感觉就是 他小的时候 我管他管得太多了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以前老师你管 刚才你被人管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什么感觉 烦 还有呢 哎呀不想弄了 你终于体会到我的感受 然后那个思绪也乱了 想喝水 那小姨刚才进去了 李全昭内心世界 就那么一会儿 您就那么烦 他现在这么烦您 您能不能理解他一部分 通过这个模拟啊 还真是 哎呀真烦人 旁边一个人 他小的时候 您管他 他是挺听话 对吧 他基本按着您的指示 哦差不多 但是那时候孩子 幼小的心灵里 可能除了对您的爱 还有一部分攻击性 这我哪天长大了 非得我自己干 我自己就不听他的了 其实呢 让我们之间能到这 他把我弃成这样 其实我现在应该意识到 是双方面的 我来这里 我说嘛 要大家伙呢 帮着我分析分析 指一条路 他这么走下去不行 他得有个目标 我下边还想跟您单独再谈谈 好 通过角色换位体验 小姨理解到自己严厉管教 对小李的影响 然而如何对待小李的选择 依然是令她困惑的问题 在心灵密室中 心理专家又如何教会她 与小李相处呢 我现在想问您问题 您觉得您儿子现在成长和发展的状态怎么样 很好 很好 那您是怎么给他设计的 我还真没设计 中端毕业了做生意 他就是一点一点就把这个扩大 不这孩子 光是他让我省心 他也真让我省心 他上学的时候 他让您省心 您也让他省心 因为您不怎么给他设计 他只好自己去琢磨 我怎么发展 真是 您儿子自己就能做生意 而且做得越来越好 还扩大了很多 那他哥哥就不行 那你看就这种情况吗 这俩的区别是什么 您对他们的态度和做法有什么区别 我现在我都有点糊涂了 有点蒙住了 我对他现在是恨铁不成钢 我觉得他行 我就因为他行 可是他现在就给我做成这样 那您是不是这得拿他 当他弟弟那么对待吧 不行 他的心智不成熟 不成熟怎么着能成熟 这就不知道了 那他就得多恋 心智少的人咱多管 他就成熟了 说来说去 我还是放手 你要从现在开始真正放了手 但是在内心世界和情感上还坚决的支持他 通过这半天的这些老师 你们给我提出这个 干预是不可能了 但是支持 很难做到 支持如果做不到 那就变成淡定 他做什么你就观察员 我就观察着 但同时您提出您对他的希望 这个 只能这样了 您好像还有点心有不甘 对他还不放心 放不了心 那现在我眼睛外上 咱俩说几句话怎么样 行 老姨你甭管我了 我都有主意 我肯定以后要过上好生活 我还要孝顺你呢 这个我也信 但我一样 你现在这个店就这么大个店 你每天又要出去跟庄 你很累 挣不了多钱 您刚才前面说对我有信心 怎么又变成怀疑的态度了 我对自己有信心 我只要有兴趣 我感兴趣的事 我一定要做大 那你要是这么决心的 要把这事做好 支持 唐姆桑 但是呢 我还会很关注 我现在不需要您给我什么物质支持 只要您精神上支持我 我干这事我就有乐趣 您没看我一说就眉飞色舞 我干着他就不累 我保留意见 精神上 那精神上我得怎么去支持你呢 那你就说既然你喜欢干这事 真坚持干 老姨也支持你 您试着说说 您要这么说 我感觉一下 哎呀 行啊 如果你这么喜欢这个事业 我就支持你一下 各个方面 你能用到老姨的 你只要说话 全力支持 这个行了吧 只要您有不同意见 您保留着 保留着 不干预着我 我就感谢你 不会干预了 不会干预了 我还是保留着 我再继续关注 好吧 从经济上 我继续支持 谢谢老姨 在角色扮演当中 教会小姨用什么样的态度 用什么样的方式 用什么样的语言 去跟外甥沟通 小姨不仅把自己内心的疑斗解开了 也把她怎样对待外甥 心里不太有把握的地方 变得比较清晰起来 角色转换之后 我这戏慢慢地就开了 应该说是放下了 一下子谎言大悟 对对对 这个特别好 怎么样 咱这样说可以吧 舒服点 这样做 回去跟外甥这样做 能做到吧 不知道 努力吧 至少咱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对吧 对对对对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这个是最最主要的 从精神上去支持她 有意见的咱保留 应该说还是全部包容她的 我不喜欢的东西吧 应该是这样 这就够了 这就很好了 现在我们的目标不应该 去争取小姨完全反转她的想法 而只是她认识到原来想法的问题 不要把这些想法建筑行动 这已经就是很好的效果 刚才我们看到杨老师 跟小姨的心灵觅食对话 感觉小姨好像你还是 收获挺大的是吗 是 心结打开了 真的打开了 对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很轻松 不那么紧 要么那心拧着 拧着那种感觉 对 不舒服 不知道小李呢 你现在什么感觉 我就是希望我老姨 就是能给我多点点赞 我呢也会把自己那些 不好之前的不好的缺点 我也会尽量的去改掉 然后呢也会 对我老姨会比之前 会更加的关心 也会对她更好 我今天也带了一首 我老姨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想表达一下 这首歌呢也能表达我的心情 好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 想回上天和太阳 渐定间 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想做的梦 不怕别人看见 在这里我都能实现 大声欢笑 当你我牵定间 何处不能欢乐无限 老太烦恼勇敢的打鼓向前 我就站在舞台中间 妙龄女郎为龙兄几近疯狂 我吃龙虽然为我来想留住你啊 帅气男友却毫不领情 就算你羞长的背后 我喜欢的是你的人 不是你的胸 狂热背后 真相到底为何 你目前的心理状态是病态的 你为你前男友容忍 演播现场波澜再起 我说话听不见是不是 龙兄背后是怎样的惊天秘密 精心收看 疯狂龙兄的女友